何春蕊因为在网站上面连接动物链的图片 被台北地检署依妨害风化的罪名起诉 但是高等法院今天维持一审的判决 宣判何春蕊无罪确定 何春蕊今天除了感谢司法还他公道之外 他也表示将要推动妨害风化罪的修法 来捍卫言论自由 听到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无罪的判决 中央大学教授何春蕊布出法院时比了胜利的手势 何春蕊说从遭到起诉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 对他而言是个很好的教育过程 我亲身的体验了人在法庭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 什么样的一个有的时候感觉到蛮屈辱 有的时候感觉到蛮冤枉的位置 那我觉得最后的判决的话 固然还给了这个学术研究的公道 而回顾整体事件 何春蕊认为台湾的法律有问题 尤其是刑法中有关猥亵与妨害风化的定义不清 我们面对的社会现实是一个身体欲望四处横流的社会现实 在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当中 还在说猥亵 其实是不合时宜也不合现实的 我们需要对猥亵有更明确的定义 我们也希望对世自407号更明确的了解 自己的官司打赢了 何春蕊却认为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还没有成功 接下来他将投入金金书店难题杂志被没收等案子 继续和限制人民自由的法条作战 公众新闻理想会赖振元采访报导 要向台湾社会提出呼吁 请大家 请大家正视这个案件的深刻意义 郑高兴自己无罪却又跑来个闹场的阿伯 何春蕊很尴尬 因为性研究网站连接人塑胶图片 被检举是危害风俗的色情照片 检方依妨害风化罪起诉何春蕊 何春蕊痛批检察官缺乏知识 每次开庭他一定亲自到 要说服法官 法律要跟得上时代 尤其刑法猥亵罪定义不明 何春蕊难以接受 有关于猥亵和妨害风化定义不明 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明到底猥亵是什么意思 我们会跟人权团体 跟司法团体 改革团体 学生团体一起发动修法的行动 法律不能是手段 这是性学战士何春蕊的坚持 人寿教网站重新开张 在社会道德的批判下 他依旧坚持捍卫学术自由 TVBS新闻王伟黑顺台北报道